你知道那什麼作用嗎? 它是選擇一個圓丘的地方 周圍通通它是制高點 那它從圓方開始都是圓形圓形圓形 一環一環上來 到了最後幾個階梯三個階梯等等 也是都是圓形上來到中間 最大的圓就是地平線 Horizon 地平線 由這樣的圓上來的這個結果呢 造成我一種迴弦升天的錯覺 站在中心的一站 整個產生我跟天的記憶 突然就拉近了 我手握出來 上帝的手握在這裡 忽然之間我就領回到一句話 諷天誠意 皇帝造也 我知道了 他在表達這個四五千年的一貫的皇權報道極致的思想 神權跟皇權在這裡就結合了 好啦 我去看那個天安門廣場 天安門廣場一端 毛澤東紀念館 毛澤東屍體在這裡 台灣過去的都會去排隊 要看他的屍體 我不想去 我去看天安門 然後就走到那個 在過去就是名 故宮 那個皇帝的 紫禁城嘛 紫禁城嘛 紫禁城有好多門 對不對 最外面一層叫什麼門 五門啊 以前要推出五門就是要趕頭是中 有沒有 然後再上去一層 金字蘭寶殿 最後就是最後一個殿 就是皇帝的 那裡有什麼意思 農農 你知道嗎 那個整個建築結構 就是一條紫禮線 當時我真的送到 沒在注意喔 這一墊一墊上去 看到五門 這看到什麼門 看到什麼店 最後一上看到 喔 那是皇帝的這個整個 榮椅在那邊 然後看過來這一條線 穿過人民紀念碑 到達毛澤東紀念館 突然之間 他背整個家屋 很貴人 夭壽喔 我跟你說 我當場斷定 毛澤東的棺材 恰好就位在這一條線上 而且穿過他的龍嘴鼻子 我在聯合霸腹看寫這一篇 如果我有講錯 請天下人糾正我 屍體是不是擺在這裡 你知道嗎 他以五千人皇帝之跡 甚至一定比秦始皇更厲害 這一條神經線怎麼打破 整個中國文化 你要去戳他這一條龍巾 才可能改變得 我告訴你 還找得很 難啊 你們講風水什麼的 我去一趟中國看出很多 每一個讓我毛骨悚然 然後接著找到什麼地方 看明朝的那個皇帝的那個有沒有 告訴你 怎麼抬起古代的建築 利用結冰 張起來 再灌熱水 你看 光是利用結冰而已 就可以抬起幾頓重的巨石 都了不起什麼 都了不起 中國人的智慧都偉大 然後 當他們在介紹那些人 我想到說 所有文明 所有什麼在什麼偉大 賠賬了多少人 花了多少人免代價 死掉幾萬 幾百萬幾千萬 來創造一個皇帝 如果這一種東西叫偉大的話 那也是建立在多少孤若之上的恐怖性的偉大 我當然在那個時候不是這樣寫 我有另外的這個 反正anyway 萬里長城下面有多少王子 冰死 那這些 沒有辦法用現代的民主思想 去推所謂的過去 也就是說已經歸骨不必 但是 如果把那種東西 當作人類自己文化為大 的什麼樣子 在那邊 好像巴不得再創那樣子的恐怖文化一樣 那你很顯然 我只能斷定你心裡不是很健康 在現代 人性應該有新的詮釋 價值要有新的創造 文化的變換隨時要被心 編護成為更適應 世世代代 判斷所有公共事物 我有一個基本原則 第一個 這個事情對台灣有沒有幫助 對周圍的人種種種有沒有幫助 對世世代代 哪一個貢獻比較大 對女生動物的幫忙如何 對總體地球整體的善如何 我發現公共政策 如果我要用人的觀點的話 你知道為什麼我幾十年來都一直能夠進行這樣 好像不需要改變 因為我從來沒有做社交工作 因為我都認識人都很少 我都沒有人情世故 你如果這個也認識那個也認識 哎呦我們講這個好像傷到他 講這個傷到他 講這個傷到他 靠腰啊你都不用做了 那我就是都沒有空空啊 我一輩子是想說 我應該做一個怎麼樣子的研究 一個研究者應該怎麼樣子的 我們只是傻傻的在做那些 後來呢 其實講傻傻也不對啦 任何人都很清楚 那個茶言觀色 疑守佗主 你總是很清楚 但是我必須先解決我內在的一些切線 我們昨天跟你講的很多故事 我不知道你能消化多少 我也不曉得今天坦白講 內容那麼多 每一個每一句話 也許也可以延展很多東西 通常你有辦法一下消化 吃下去的東西百分之九十幾 都是變成杜料 所以如果我們有製作有錄音 有什麼的話你可以反覆啊 然後你一定可以找出很多我講錯的地方 跟因為要在管站內趕快要把什麼東西告訴你 結果就再加上現在秀斗 結果人經常有錯誤 一個老師任何一個鐘頭講的 你可以挑出他好多的這個問題出來啦 一定的啦 所以到漏款寫文字跟講話那就截然不同 只會像他們那一種 覺得 對不起 怎麼再講 好 我們要 對不起啊 我已經超過時間了 今天要跟各位最簡單的 謝謝 謝謝